盲目扩张种下恶果 海底捞将关停300家门店 海底捞坏消息不断 11月5日晚间 海底捞在香港联交所的公告显示 将于2021年12月31日前 逐步关停300家左右经营未达预期门店 同时 海底捞通过官方微博 发布了致关心海底捞的朋友的一封信 提到目前的苦果 只能由自己一口一口咽下去 我们在此向大家保证 海底捞一千余家门店服务员的笑脸依旧灿烂 据海底捞2020年财报 2020年全年 海底捞营收286.1亿元 净利润3.093亿元 同比下降86.8% 同时 台报显示 海底捞平均翻台率 从2019年的4.84每天 下滑至2020年的3.54每天 反应该的资本市场上 春节过后 海底捞股价冲高回落 11月1日晚间 话题海底捞豆花过期被罚款2万登上热搜榜首位 据天眼查显示 上海捞派餐饮馆里有限公司 同记录分公司因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 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食品添加计被罚2万元 据媒体报道 张勇在今年6月的股东大会上谈了海底捞的异计 股价 口味和负面新闻等问题 尽管海底捞发展一波三折 还是有部分机构看好海底捞 天风证券发表研究报告称 海底捞占据优质火锅赛道 以人为本优质服务提升品牌溢价 独错管理模式有效维持高水平经营效率 稳定高效供应链保障扩张盈利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